大家好,兄弟姐妹们 我们这个位置现在是在汶川县的八州 然后这里有一个龙溪羌人 也就是说羌族文化 带大家领略一下羌族文化 嘿嘿嘿,慢点 这桥还晃的 快过来 得吊去 这就是羌族文化 除了木质结构,就是石头结构 这个地方挺不错呀 装修的挺别致 这个羌人谷已经好像被荒废了 到现在已经没有人了 然后刚才去那个地方是个酒吧 现在也不对外迎接 这里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地方 第一次领略羌族文化,你也兴奋了是吧 太好看了啊 太好看了啊 黑妞 这是一个休息的地方 你能不能慢点 不要着急 哎,哎,哎,过来来 爽爽点来 这你就上面不能乱跑了,走吧 这个应该是琵琶树 接琵琶了 家里也没有人呢 看他们这个房子都是 看看 哦,都是木头,然后这是土 然后用,这属于文化石,粘的 这房子还挺好看的 是车离子 看这个地方是盛产车离子 车离子之乡啊 就是这里 这个婆婆应该是枪主的 看看,她穿着衣服 奶奶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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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听不见的,奶奶 看看这个是从这里进去 这么大点一个小门,门洞 看吧 这是谁家呀 咱进去只看一眼啊 看一眼就出来了 它这是好多家呢 这也是一个院 然后这也是一个院 它这里边装的还挺好的 抢扇 看看这个是不是更有感觉 门口一个小溪小河 然后它这个房子 这两家还在连在一起呢 咱们扇一家后院看看 看后院啥样的 不能管看表面 探究一下背后 这是后院 走 下去吧 这个地方叫羌人谷 东门寨 小屁股 根根还尿尿呢 现在这个羌族的同胞 不知道都去哪来 我一个也没看到在家 这里竟然没有人 哇 这个像个犀牛头 像个猪头 这就是羌族的碉楼 在这个羌羽里叫 邓龙 这个东西 是那个战乱的时候储备物资啊 或者是粮仓之类的 因为羌族人是一山居址 垒石为巫啊 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 有的很高 它这个好几十米 好了 这个羌人谷我们就挂完了 这个羌人谷 位于四川省阿瓦 藏族羌族 自治州汶川县 八州镇 联河村 就是这个羌人谷的地点 但是最好赶上最好 城好大 最好赶上那个樱桃红了的时候 来到这里 这里可以有樱桃吃 现在樱桃刚刚结果 还没有红呢 我估计 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吧 大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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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馋了吧哟 喝点水吧 多喝点 喝饱了 省粮食 好 你看一说省粮食 还不喝了 不喝辣道 减肥少吃点啊 一汤一汤擀两汤 但是罐头不能少 每天得饱食 肉 黑牛没有肉 不得瘦吗 是不是 来点益生菌吧 这个有点大 你吃不了这一罐 这一罐咱俩一加一半 这是浇着狗粮 行了 这点我吃哈 给你 想不想吃 表示一下子不 那玩意试 对 对喽 你吃吧 你吃吧啊 然后我去烧点水 今天洗洗头发 烧点水 洗一头发 冷 头发都打柳了 好几天没洗 好几天 这个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呢 这石头里有矿啊 不是普通的石头 能不能看清 什么矿不知道 但肯定是矿石 我敢肯定以及 肯定以及肯定啊 它是个矿石 洗个热水 热水应该很舒服啊 多长时间都没有热水 没有用热水洗过了 洗素 这才是生活 每天起来都这样 来到高原 哎呀 还是热水好啊 哎呀 整的啥玩意儿 埋着不差一点 你瞧 你整的 哎呀 黑妞 给你扔这里 哎呀 这得老舒服了 好长时间都没有个热水了 这来到高原 得洗热水 要不然说了 脑里疼 这能用的热水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 醒醒来 啊 不然说了 很快 好温 涼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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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吧 走 过去 洗澡这走 哎呀 谁这呀 长得好看 天生丽质 挺挺玉丽的 来 去上车 去上车擦脚 上车 过来来 这黑牛的枕头 过来来 这儿擦脚来 脚拿过来 可明白了 会 黑牛什么都懂 好 就比下去得得了啊 过去给我 大漂亮没摆叫 好 好 好